最近关于年轻人就业和工资的话题广受关注 那这届年轻人的薪资水平到底如何呢 麦克斯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半年后 月收入过万的占到了6.1% 比2020届同期的占比4.3%提升了1.8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 2021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5833元 高值毕业生4505元 而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 6.1%的人在毕业半年后月入可以过万 不过约53.2%的人月入仍在4000到7000元区段内 其中五六千元的占比达两成 但毕业生也不必太着急 麦克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16届本科生在毕业五年后 月收入过万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7.7% 占比接近一半 从专业来看 哪些专业的毕业生收入会更高 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 月入最高的本科专业是信息安全专业 达到了7439元 软件工程专业月入也超过7000元 我给你了解释息安全专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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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了解释息安全专门